11月28日晚,高以祥爸爸回到台北,为高以祥准备后事,高爸爸也首度接受采访,人类表示有见到了儿子最后一面,好可惜。 高爸爸表示过几天才会知道高以祥什么时候回家,需要处理的是很多,有很多人帮忙。 此前高以祥的老板秋秀珠夫妇前往宁波为高以祥准备后事,并与高以祥家人决定将高以祥的遗体运回家乡火化,并表示下周才会准备完相关事宜回家。 高以祥身高,1米93,以模特出道,后进入演艺圈发展,曾因主演遇见王力川的暖男主角深受观众喜爱,没想到在27日录制极限节目时昏倒,最终抢救无效去世,后来节目中表示高以祥的死因是新原性猝死。 目前高以祥的遗体在宁波市殡仪馆放置,有很多粉丝也自发组织追私会,送高以祥最后一程。 就在大家追根究底高以祥促事的原因,网络上也开始疯狂传出各种相关消息,并流出一段号称是高以祥出事前的录影画面。 在影片一开始就拍到高穿住节目制服的紧身运动衣,很吃力地大步奔跑,看上去就已经有体力不支的感觉。 接住上坡时高以祥整个人只能慢慢用走的,还得靠住旁边护栏称服,然后走入室内,消失在镜头前。 而高以祥死亡当天相比于5点钟,就公布了去世消息的八卦营销大V,身处现场第一线的节目组合电视台,确认由舆论发酵一整天,堪堪在深夜10点发布致歉声明。 高以祥的死因是心脏骤停,这和他在节目中过度劳累以及高强度运动有直接联系,这一点,与情与理,节目组都脱不开关系。 但如此年轻的一个生命离去,依旧让人觉得难以接受,为什么现场那么多人,提前做了那么多保护和准备,意外还是能这么轻而易举地造成那般严重后果。 其实从高以祥被爆出的参加节目拍摄的最后画面,我们可以看出高以祥明显放慢脚步体力不支,略微打晃地走进屋内,晕倒前还大喊我不行了,在晕倒后节目组以为是营造的效果,没有第一时间施救,直到通行的黄景于大喊救命才引起工作人员注意。 而且宝贵的黄金六分钟已经错过,也就是最有希望救回高以祥生命的那段时间,毕竟现场是有救护车和专业的医生护士的。 对于广受争议的安全问题,节目组在声明中强调是第一时间即展开救治并紧急送往医院,并称将深刻反省,节目录制所有环节进行全面检查,更周全地做好节目安全保障工作。 不过,据现场围观群众的回忆,一开始高以祥倒地,节目组第一时间判断,认定是剧本中的剧情需要,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查看,直到在那场的同期嘉宾发觉不对劲,救援人员才跟住跑过去。 如果这就是真相,是大家都没发觉高以祥异常,这才错过救援,家人和粉丝还勉强能接受。 但在11月28日凌晨,一位那场粉丝发文还原了高以祥事发前后的情况,好像和大家想的不一样。 根据这位粉丝描述,当时高以祥在临近终点位置倒地,马上有摄像师过去拍摄,大屏幕虽然被切掉,可小屏幕一直在录,而且是面部高清特写,是在那场的一位明星,从小屏幕上看到高以祥瞳孔放大一场,才通知节目组救人,自己从那场跑到外场。 11月28日,从宁波方面传来了关于高以祥父母的消息,父亲选择了原谅工作组,并且非常大度地声称,你们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。 不管怎么样,高以祥已经离开了,他的妈妈希望儿子能平静地离开。 最后希望节目组和电视台能妥当地配合好,处理好高以祥的身后事。 据悉高以祥的遗体必须经过房府后,才可以运回家乡,而房府费用就要一十万以上,运输费用也至少四十万,此前浙江卫士曾发声明,表示会对此事负责。 而高以祥的家人也并未追究责任,反而安慰工作人员,休养令人敬重,痛失爱子的两位七十岁老人,一直在为儿子的身后事忙碌。 晚上,高以祥的遗体首度曝光,以送上转移用的灵车运出殡仪馆,至于送往何处,有待进一步离清。 高以祥在圈中的好友也纷纷前往灵堂见高以祥最后一面,高以祥回到家乡后,会举行正式的葬礼,愿高以祥一路走好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